亮晚上8点半 纽约曼哈顿市区街头突然发生爆炸 碎片四散 若然满脸惊恐拔腿就跑 附近一栋大楼 玻璃被震碎 变电箱还冒出火花 莫记者说当时爆炸发生轰然巨响 还冒出大型蘑菇状的烟雾 整栋大楼都在震动 可见爆炸威力有多惊人 这屋车来往穿梭 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传出29个人受伤 警方发现这是一枚土之炸弹 原本被放置在路边 一个不起眼的大垃圾箱里 由于这里人潮众多 纽约警察鹤枪实弹 在附近街口全力戒备 也展开地毯式搜索 没过多久 第二枚第三枚疑丝爆裂物 陆续被发现 距离相当近 其中第二枚微爆弹 看起来是个压力锅 里头有电线外露 还有像是手机的引爆装置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 事实上是非常靠近 事发的现场 只不过一个接口之遥 因此不让记者的进入 不过你可以看到 大批的警力都在这里 但是到底爆炸的之症原因 目前还有待调查 其实不止曼哈顿 就在同一天 只有一桥之隔的纽泽西 也有人在一场 慈善路跑的活动现场 引爆了一枚土之炸弹 炸弹就放在赛道旁边的垃圾桶里 幸好没有人受伤 不过因为联合国大会即将展开 各国元首将齐聚纽约 曼哈顿金爆 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记者公邦华林资会 纽约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